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获取观众的认同 刻意挑选一些女文武生 鲜有涉猎的角色 希望透过演技去证明 她是一个全面的女文武生 我觉得其中一个 其实很多都很难玩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演那个 代老败兽 对 那个是一个类似丑声的演出 其实她是单主角的 所以她也是算一个文武生 但是她的行当上 是比较类似那个丑声的 所以就是 但是很少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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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旅 旅的旅旅反串是演仇声的 因为可能觉得 有时候说的那些幽默啊什么的 也是男生说比较好 但是怎么 怎么去用一个旅反串 去做这个角色 是比较难忘的 接下来有没有想要 再去挑战一些更难的这个角色 会想的 比如说现在安排剧目 有的时候我会 刚才不是说那些有的角色 是观众觉得女生是演不来的 那些比较硬的 活爆的角色 但我就是喜欢向这种角色挑战 视乐剧表演艺术为终身职业的杜永新 除了目前出演外 更参与撰写剧本 舞台监督 舞台和东光设计等等 借不同的岗位的工作 去更深入地了解乐剧